现在是女单半决 韩国选手安喜盈 和中国女单选手陈宇飞 戴茨颖这次得小心 安喜盈的状态 似乎要比上一次亚决赛更不平 安喜盈的赢来了 但是陈宇飞目前的状态也很不错 通过安喜盈与陈宇飞 这一次韩国公开赛的较量 大家愈发能感受到 他对比赛的强大掌控力 特别是防守上 似乎又一次进化 再推放 变速更难缠了 哪怕他一开局时 安喜盈现在强就强在他稳定的控网 他们的稳定性和能力是真的要高出其他球员一个档次 在这种运速拉开当中呢可能会找一些机会打一些变速 稍稍落后雨晨以飞 挺好 再给安心的反守位置 对 连着重复录点就一直在压安喜盈的土顶区 甚至是15-21移到的第一球 现在一号场地的信号已经恢复了 但进入第二局他就很快调整过程 开局一波8比3 试图扳回比赛场面 面对赛场上技术最稳定全面的陈宇飞 试图扳回比赛场上技术最稳定全面的陈宇飞 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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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怎么能摸到他失误时刻 11比6 守住5分优势 进入了第二次进行休息 既然是赢了反守 再调给他正手 控网 没有控好是戒外 那在本中 第一拍批得深一点 还行 防完之后第二板 想要更浅 并且在休息会来之后 他如换一人般 疯狂一波9比1 彻底打满对手 哎哟 这球也推到了结外 最后 以21比8 巨大分差优势 扳回一局 也为自己积攒更多赢手自信 进入最后的决胜局 双方缠斗得更加激烈 进入最后的决胜局 挺好亮 这场比较多 还行 这球一等在这儿呢 所以这球如果再推出去的话 可能会够好一点 而且多少的球点放得高了 七八球推后场球 这推这直线也是没有到位 比较平 非安西方打了一个变速 这几分球丢得有点快 都是自己的失误 好球 哎哟 还已经防得也漂亮 是啊 陈宇飞不再保留体力了 孤拍相识 成为比赛最常见的画面 好球 还在推 因为第一时间 陈宇飞不敢启动去上网 替他安西营的控制 这是被动球了 再回到相识局面 没有进攻啊 好球 漂亮 如果是去推正手的后场 反而会更好一些 漂亮 几次被动球处理 几次被动球处理 推歪了 而第三次技术进行前夕 安西营试图摆脱纠缠 建立了两个优惠 小心 嘿嘿 厉害了 休息回来后 一度还将这优势扩大到五分了 然后后躺下了 这样的防守加突击的策略 甚至还让他到局末冲刺阶段时 一度扩大到7分的绝对优胜 漂亮 昨天陈宇飞跟王芷怡的比赛体力消耗得也比较严重 还能是戒内 有机外了 这分很主动的 好好机外了 钩对角机外 有机外了 19比12 但他的最终是陈宇飞 现役的奥运冠军 他疯狂连追5分 大量 两边拉开之后 抓到了安喜的那个反拍的过度 这人外 看这画面啊 都心里头都得咯噔咯噔噔 半赛的就是手马一绝 很难得很不容易 又进攻了 安喜赢 才获得自己的场景 而且 陈宇飞打不死 飞动轴 再次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 又疯狂晚秀3场景 这一波8比1 让双分来到了激动人心的25分 这一波8比1 这是借外 这是借外 借外行 安喜果断要挑战 出界估计能有5公分 不止5公分 25公分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来到了 安喜赢 节奏一遍 接下来了 21比20 再次抢回场点 但陈宇飞也很顽强 一分一次次打平 危险 斜线过度 再推 再批 又是打阶线 要多拍了 搓放 22比22 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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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又一次回到同一期跑线 就看谁更走进 能完成最后比赛的终结 我看好像大外球 在心里想的跟我一样 就紧张 这极限突县球 近年安喜赢 再次获得主动 然后再看看陈宇飞 同样是压底线的这一球 哎呀 重见了 哇 安喜赢又一次完成力的大型 最终呢 陈宇飞1比2不敌安喜赢 最后的决胜局打了37分钟 好